啊 魔镜少女 上强度呀上强度 直接上强度 5接4行700多万 这波铁给我号票 坏了上来就离线 12号 我真的是第一个发言啊 我都在想我怎么赖了 静影迷宗啊 我以为是个狼王那个什么什么牧人的版本 那11号牌我们试试时间 11号牌帮我解答一下好吧 这个魔镜少女跟这个通灵室有什么区别啊 12号玩家请发言 那10是个羌 我觉得1可能不是狼啊 警察那5就开了 警察就两张牌 那5上给我我也不确定那5是不是好的 开个5开个8 把那味儿起跳就反手挪到这张3 非亚跳呀 非亚跳呀 非亚跳 十四个箱就暂时就5八三那么流 11号玩家请发言 魔镜少女是不是通灵师 我跟你说1号玩家就是通灵师的板子 那个大狼就是机械狼 我是觉得如果警候之位 没有人挑猎人的话 我觉得12号玩家是自动当选警长 如果狼队要跟那个12号玩家跳那个愚言家 你起码警方要派张人跟那个10号玩家对跳一张猎人派 我觉得12号玩家挺像那个愚言家的 包括他对1的点评嘛 我是觉得1号玩家也不太像狼 他的就没有了 我过了啊 9号玩家请发言 我演1是个浪 这个咋说呢 1没有醒悟1成 看他不爽就演了1 演1是个浪 我觉得11号玩家你也不好啊 你凭什么认为10号玩家底牌一定是好人呢 你不是开四角的 就12跟10能不能是两狼格局呢 1号玩家底牌发言怎么被你们认为一定是个 不是模糊上的发言吗 他的第一句发言是什么 我还在想我要怎么赖出来 我是个好人 好人需要赖吗 只有狼人才需要赖吧 12号玩家跟1号玩家不就是见面关系吗 觉得没有了 演1色狼 然后警徽留的话 那我就开个5 开个3吧 3、5开吧 就奔着那个容错去演 8号玩家请发言 平民先压一张10号吧 为什么压10呢 首先9号放不了手吧 12号飞狼枪即压跳 因为我是魔剑小女 我愿意对这位20个平民 玩家排你如果是个压跳 你如果是个压跳的话 你给10发了一个枪牌 10可能在 诶真放手了 确实没判错 10可能在9的时间里不是白牌 10在9的时间里不是白牌 10在9的时间里不是白牌 他就知道12一定是压跳的 他就敢去起跳 如果说你压跳压到一个白牌身上 他可能会觉得你是魔剑少女 一二说一个前人 他可能就不敢跳了 所以说10号压你 是纯粹因为9号给你的被动值得压的面 所以我一定压这个10号 压10了 井下你15两匹狼 我不一定出到票吗 我不可能说15去压 我就随便压一个井上没发过言的 好吧 压个10压一个6号 压个10压个6哈 聊下心路历程哈 我不说压2的心路历程 我就重点聊一下 为什么不压4 你看大家看头像48对吧 但4我好像遇到过 遇到过就不压他吧 给他留点体验啥的 我没怨4 我一样对之外2 这是心路历程 然后9号玩家汉跳 对吧 9给1发了查查 我觉得1这个发言 9号你的汉跳给1发查查 你能打动这个1 这个我不多说了哈 反正你们听1发言就可以了 压个10压个6 进来2平民 魔镜少女过 7号玩家请发言 我自己觉得好像9号和8号对跳的话 我感觉9号好像更像一点吧 因为如果就在8号玩家视角里面 你认为就是你去压10 因为你觉得10号在9号玩家视角里 应该是一张白牌 那如果是白牌情况下 在你不觉得9号玩家再去给一个1号玩家 发了闭口杀的意义其实很小啊 就10跟12如果构成两张白牌情况下 9号玩家在那个位置 其实是相当于死亡喊跳 因为12号是发了10猎人啊 这个力度是很大的 那他那个位置9号给1号玩家发杀 就有可能不是在要1号玩家身份 而是给1号玩家做身份 你这一点没有聊出来啊8号 你前面聊的还行 但是你后面对1号玩家的视角好像去尸了 我自己感觉如果对比的话 可能9号玩家更像一点 你非要去厌食 那你如果10号玩家是个狼 你认为12号玩家白牌 给10号玩家一张狼人发了猎人 所以9号玩家在这个位置 等级不会超过3加2星啊 那倒也可以 再听一下 反正都有可能吧 我再听听啊 3加2星 1是什么啊 all in沾别张球 他这个茶茶发到1头上发我心坎里了 因为我跟1打过1就是个赖子呀 1就喜欢赖赖唧唧的呀 他起身告诉我 都是想怎么赖的 跟机械狼有什么区别 我一听就是一张赖的狼人牌 我觉得12那个位置做不成一张鸭跳的牌啊 他是给顶价发身份的一张牌 他凭什么能推得下去谁啊 把那个位置起跳了 12那个位置所以就只能形成一张大狼牌 对吧他想给后置位小狼传递信息 我是一张狼枪牌对吧 如果10是张真枪牌的情况下 那12可能是张狼枪牌对吧 别的我不知道了 好吧 我觉得12的身份不好的 12往井下发身份 凭什么还能推得下去谁啊 8那个位置起身告诉你 他说20张平民牌 我不知道因为2的力度确实没有9大 9发1插插的时候 我确实直接就想赖面这张9了 但我仍然保留你8的玉面 好吧前置位听这张7 并不是很像张狼 9还行吧 我就赖面9了 我all in赖面这张9 我保留你8的玉面 但是我all in赖面这张9 别的没 一线啊 一线什么意思啊 一线那我赖面8去了 那你回来了 那我还是赖面8去了 好吧 不搞了不搞了 all in赖面这张9 4号玩家请发言 这个狼吧 这个9离5离线 跟他底盘是不是冤家有什么关系啊 对吧 一是不是狼 你89对于发言 你也不一定 狼茶狼饭的你没见过吗 这6我感觉是个狼啊 其实89我没有分的太轻 因为9号拍的 他俩都有爆点说实话 9号拍的爆点就是 特别是你抱查他的时候 甚至应该先留这个整份留 但是你摸摸鸡摸鸡摸鸡 最后我留了了5 这5是什么好留的呀 对吧 这个5肯定是要不然他7票 要不就怎么给你投票 都给你投票 给这12投票 你就认狼 因为整下一共两张牌 对吧 那个10是12发的那个猎人 你还有一张牌 你压的干啥呀 对吧 就很奇怪 而且你发一长扎 你对这个11好像没怎么聊 因为1说让11给他解释一下 你就刚才11是个浪 1是个浪 那11是个啥 这8号牌的爆点就是 我不知道为什么8号牌的视角说 他说那个要压10啊 因为当时12是没有放手的 你知道吧 12没放手 这个10是有可能 就是你对跳狼发的猎人牌 你去压这个10 就很怪 聊聊着这个12放手了 然后你 然后我就不知道为什么12 刚才在井上的时候 你要压这个10 这个8 9再听一下 听一下这个1 听这个2 要不要这个认这个8 再说 反正6肯定是个狼 跑不了 3号玩家请发言 后面聊的有点迷糊的 这9确实 最后30秒才留在井上流 一直说1是狼 然后但他说的是4号牌 他说的是 我觉得我找到3狼了 我验5 3奔着容错去验的 我井上9是3狼 所以井下我想验一张5 他的意思是1 11 12 在他市角里是3 比狼 然后剩下的一张紧下的牌 估计得开狼 所以验张5 验张3 奔个容错去验 但是我不买一点点 就是9号牌是在最后30秒才留在井上流 我觉得这点是很不好的 然后其次是这样8号牌 8号牌 为什么第一次要进张10 因为那张 倒是12号牌放手了 因为在9的市角里 如果10跟12是两张白牌 12直接给10甩一张猎人 这9其实是不敢跳的 他敢跳起来说明 10可能是跟9见面的红狼牌 所以8去压这张10号牌 他离线有什么关系 他离线 他也是个玉子花 你就站了 所以这是4号牌在好里面吧 会玩啊 106的不好的点 那前这位这张7说我要站9边 但是最后聊 好像什么8好像也没问题 8聊得也没问题 那就再看一看吧 就是7聊的 我可能景象星巴多一点吧 听2吧 听2能不能跟他对上信息吧 好吧我过来 听2聊吧 听2能不能跟8对信息吧 开始警长投票 诶 怎么 2怎么直接过麦了呀 不是好奇怪呀 这2怎么没发言就没了呀 这是bug还是啥呀 他也没有过麦啥的 掉线了 掉线了 他这不回来了吗 10号玩家请发言 说句实话 从听两个警惠留人言的话 我应该会投给8 这是我内心想法 因为2号玩家 我看最后看到2号玩家 刚着手 举着手 说明2号玩家身份发报了 2号玩家已经是神牌 所以我把票投给了9 我开始以为2号玩家还能发言呢 结果2号玩家好像没发言 过麦之后2号玩家就没发言呢 所以说这个位置上我只能投给9 9号玩家发言 我觉得 他视角不太像预言家 不是 跟9双票没毛病呀 2刚着手呀 没毛病呀 那没办法呀 不太像是预言家在找狼 但是2号玩家刚着手 那说明发报了嘛 12号玩家反水 反正我就会跟2号玩家走 好吧 我不会盘20大哥 11号玩家请发言 狼人是138呀 占面9号玩家 我觉得3号玩家挺常的发言 是copy4号玩家嘛 3号玩家你觉得6号玩家不好 那你觉得6号玩家是冲锋还是电飞呢 他说9号玩家 我应占面你 看到9号玩家离线了之后 说9号玩家你离线了 我就要占面8的 很明显这是一句玩笑话嘛 对吧 因为他整体的诊断发言 跟9号玩家离不离线 好像没有多大的关系 他只是最后说9号玩家你离线 我就要占面8 你要回来了 那我就占面你 所以这句话就很是调侃的话呀 被4号玩家抓到了 3号玩家就无限放大嘛 3号玩家你说6根9是两张 6号玩家能在9号玩家离线的时候 说出这句话嘛 所以3号玩家 仅算就是冲锋匪徒啊 所以狼人就是138呀 我觉得6号玩家好人 7号玩家好人过了 12号玩家请发言 我有点想占那个8 但我没占死啊 是因为我听这个诗 他上票里要告诉我 因为那个2没放手 2那张牌可不可以是 他不知道他自己不能发言呢 所以举着手 包括前十位的牌 有的还不还说 他那个2有点认不认呢 他们是不是也是觉得 那张2排后这位可以发言 我好认 我就瞎逼扔了 我哪知道扔最扔错了 我就想扔张牌牌最好 扔张狼牌 那就当我 井上就啥没干 对吧 那就是无意义的操作嘛 1在听完 1号玩家请发言 9号牌只是想要1的身份呀 他觉得1在井上这样子赖 他可能1是身份呀 1不是身份呀 1是个平民呀 我说一下这个2为什么没有放手 因为我是第一个发言的 系统上显示我第一个发言 12号准备 那到3号牌发完言之后 那是不是应该2号牌发言 但是2号牌没有发言 他就直接系统提示 开始投票自爆了 所以这2号牌就没有放手 没有能放手 蛮怪的 所以有可能就是因为2号牌 如果离过线了 那再回来可能系统就判定为 你离线了或者怎么怎么样 默认你放手了 默认不让2号牌发言了 也是有可能的 我自己是个好人 我一定是个好人 是什么身份 我交不了好吧 我只能说我交不了 那你们肯定可以判定为 我要么是平民 要么是张女巫 要么是张枪 好不好 为什么我能是张枪 因为在12发10是张枪的时候 我没有放手 是在9在给我发杀的时候 我才放手的 那在我的视角里 张4可能是张狼 张7一定是张狼 张9一定是张狼 因为9发错身份了 那我跟你12号牌对话 张10如果是张狼 那只有可能是张大狼 且他摸了2是一张平民 所以他会有自卫的激烈斗争 要么1不是张杀 他会有个斗争 要么就是 他是张大哥 牌摸了张9 发现A找到队友了 所以才会 在他逻辑矛盾的情况下 还去投着票酒告诉你 但是他想站8 我是个好人 2号玩家请发言 我想知道 顶上为什么我没有发言 因为我是 记得我是最后个发言 所以说我是想说 站边8号 首先顶上 我是听11是好人的 但是11号玩家 我是觉得 你不可能去站边9号 因为酒发言原生态发言 他说他顶上找到3张狼 11 11 12 他定义你是狼的 你怎么能认为酒是冤家呀 我听6不在张狼的 记得站边是有问题的 其实酒顶上发言是很紧张的呀 他说什么一叉叉叉叉叉 找了好多遍 一叉叉 我就看见那11的票顶 我是觉得 你是不可能站边9号的 我可能站边8号 因为我是单独听 独立发言895 里面8项的 3号玩家请发言 我购卖直接品票了 不是我站8边 但我就可以把1点了 1给你表的什么水呀 坏了一个评评 都没有说 你可以说我是个枪 所以是个女物 这1在聊什么呀 我靠 我觉得我站8边 但我想把1点了呀 然后11号牌 9号牌紧张的原生态发言 是点你11 12 是3张狼人牌 你11说1点也好 所以酒吧 你11 12 打成3张狼人牌 然后找5 3 开容错 懂吗11号牌 你还能站9的边呢 你这2跟8对上信息 来站8的边 我听20先了 那好人牌 我待会儿我想点1 因为1的发言我认不下呀 这表层一定都不过关 4号玩家请发言 这个1 你一开始不是说拍了平民了吗 怎么又猜你是女巫 猜你是首位 猜你是恋人 对吧 你聊什么啥呀真是 这个11我听得像狼 11井上认识1好 对吧 9以1扣了查查 这个11跟着9走 但1的发言我真的哪不准 可是女巫1是饮水 我不知道怎么怎么对这个1说了 他还点我是狼 我就不该救你真的 那你们就去分辨吧好吧 1这个发言本来我是想跟着8走的 井上不跳 就是因为2他刚的手 对吧 而且我想听一下1到底是不是大哥 因为1在我睡觉里他是个小狼 他不可能自刀吧 自刀肯定在跳吧 我是不认小狼自刀的 他是个大狼 我在需要听他发言 所以说井上我不能跳 井下我听了一圈 这个1是不是大狼呢 反正你1聊得挺烂的 1是个阴云 你们想出1我不拦着 但是我得把这个信息告诉你们 5号玩家请发言 这个2号盘 这个发言呀 你是个平民盘 你不放手 你在井上刚着干嘛呀 他给你罚对身份了 你就放手呗 我还以为你要有话说的 你嘎个过麦了 说实话 听发言 我是想占8的 8盘的一点我特别满意 他盘12是个飞狼枪急呀跳 这点我太满意了 我就想占8的 这个2给我来着一顿操作 不放手嘎只能把井会给9 在我们井下人的视角里 8号就是神门发暴力一张牌 你2号牌几身又跟我说 我是平民我占8 4号女巫都跳出来了 1号是个饮水 而且你3号聊得也很奇怪呀 我要排你38双狼的话 你居然还去打1 你都不去想想9号 如果做成一张真镜子 他给1发个茶山 你1不能成为你大哥双刀狼吗 我就听的都很奇怪 89我再听发言吧 因为这顿22这些操作 给我整的我真的懵了 反正女巫跳出来了嘛 我就跟着4走 我听这个2不好 他这样平民牌这么搞不好 6号玩家请发言 我占编9 狼坑是238 1是大哥 好吧 容错开再张11 我觉得全之位这张三流都很奇怪的 你说9离线了 然后我要占编这张8 然后我9回来 我也要去占编这张9 那你告诉我 我如果是张狼 我这样的心态 就是我这个行为有什么收益呢 11那个位置已经给你点了 我已经占编9了 所以我那个只能是一句玩笑话 已经是一段调侃的话 你3那个位置起身猛拿这个点打我 你3不是张定狼牌吗 是你女巫告诉我 1那个位置是刀的牌 那你告诉我9 那个位置是张狼起跳 给1发查杀收益点在哪里 就占编这张9 我觉得1只能是张双刀大哥 7号玩家请发言 我自己听完 左边的斐坑是1跟3 就不管占编8 还占编9 我觉得1号玩家都是个狼 如果占编9 1号玩家要么双刀 要么小狼 占编8的话呢 就是1 9 2张不见面的 就1号玩家大狼 9号玩家发错了 就是发到自己大哥身上了 怎么听1号玩家都像个狼 好吧 就是你自己明明趴了平民的 后面又说乌里玛丽 跳了一大堆身份 左边狼头就是1跟3 我听完5的发言不太像是狼 然后我听右面的这张11是好人 为什么 因为11顶上他听完1号玩家 他觉得1号玩家很赖 不知道这个板子 所以直接认了1号玩家好人 当时他的视角里面 以为是12号玩家起跳 但12号玩家当时给10号玩家发猎人 他觉得12号玩家力度贼大 所以他奥运战编这张12 但是他听完8跟9的对比发言 他就战编了这张9 又去打10个狼 所以我觉得11号玩家 如果他跟这张1见面的话 如果是两张小狼见面 一开始要去保 然后后来又去打这张1 我觉得没必要 就要么冲锋要么倒锅就行了 没必要来会变 所以我觉得11是好人呀 所以8号玩家 你如果是预言家 其实你可以聊得更好的 好吧 你可以首先啊 你说12号玩有可能是狼枪起跳 有可能有没有可能12号是小狼 小狼起跳就是给这张10号玩2张小狼的 10跟12跟2张小狼 或者10号在那个位置 有没有可能是小狼 就是想要10号玩家身份的 8号玩家请发言 我先点一下6的明显的爆点 6说点狼坑238 28两匹狼 8给2发平民2刚着手 让景辉让出去 然后再让你打成双狼 就是说你打28两匹狼 你这个狼坑就一定炸掉 对吧 然后再聊一下7 我景上发言之后 我觉得7这个发言 是一定是没有听懂我的发言 至于说他是狼人没有听懂我的发言 还是好人没有听懂我的发言 我觉得这个我不太清楚 我觉得前场为数不多的 会盘逻辑的是3号玩家 为数不多的听明白发言 盘逻辑的是3号玩家 我景辉说打10那一点 我觉得我说第一轮听不懂 我再跟你解释 你可能也听不懂 大家可以回忆一下3号玩家发言 你要是说打30狼 我可能真的没太有办法 1012里面按理说 景上我先盘12 飞狼枪急压跳 狼枪就是觉醒引狼学了枪 在12没放手我都想压10 飞狼枪急压跳 12要真是狼枪 10是个猎人 他10起来会拍死这个12的 狼枪风险是很大的 所以说飞狼枪急压跳 你要是不放手我后面再聊 但是10正能发言说他8向好人 因为2没放手的原因 这是系统bug 这是系统bug 10听着其实想占编我 但是因为不得已的原因给90上表 10听着反而不太像 12听着也不太像 你如果10听着不太像 可能还想当然的盘 有没有可能12认识9 然后9起来跳 但我听10事都不太像 那只能他就单纯的想给1发查杀 那11硬冲这没什么好说的 5号这个也是相同的原因 点6711 把9下掉吧 好吧1发言确实烂 虽然说你是我大概率的反响经过 9号玩家请发言 把9下掉 你都不知道1是啥呢 警惠流开2开7啊 前追那9号玩家说 我什么我锦上 刘警惠流流的太慢 流出来不就行了 我就非得那么敢 那么着急 这个板子狼人会自爆吗 就我不是很能听得懂 你是要听我盘逻辑 还是听我刘警惠流 那我现在很快的告诉你 刘警惠流 2玩家是拿了很伪的逻辑 他说9号玩家发言有点紧张 我都说我演一是浪 然后你说我有点紧张 我这听不太懂 其实玩这游戏有点紧张的 然后你说因为我紧张 所以占面了8 然后你占面了8 然后你不放手 所以就很怪 然后7玩家听1怎么听都是狼 然后还不愿意占9 对7号玩家有点失望 然后7号玩家 你觉得1号玩家是赖出来的好人 但你觉得9号玩家给1号玩家 发查查目的在哪呢 所以我都不是很能听理解 你们觉得我不像的点 1还是饮水4号玩家 你是女巫 我听得出来感觉你是女巫 但你确定吧 你不是为了乱报的吧 1号玩家自刀玩这个东西 你没懂啊 1号玩家的调度是啥 反正我今天点1啊 1号玩家的调度是啥 好吧 我听60好了 你们觉得听不60 你们听不出来是因为 你们跟他没有熟悉度 因为我是匹老板 他是派大清 这个逻辑能懂吗 1号玩家的调度是啥 我发表遗言 8号玩家 哪里盘逻辑都是那种阴阳逻辑 什么7号玩家不听发言 他是不听发言的好人 也不听发言狼 3号玩家是会盘逻辑的 那他是会盘逻辑的好人 还是会盘逻辑的狼 也不想往下盘了 就什么东西都点到为止 阴阳逻辑 别的就不太能那个什么的 好吧 11号玩家优秀 11号玩家又站这边了 阴阳逻辑 我操了 来大家觉得什么身份 大家认为7是什么身份 来弹幕老师 20秒互动时间 321启动 向我提问 我会告诉你答案 天亮了 等待玩家发动技能 把景徽还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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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应该狼拳点对了 六七十一 景徽回来了 景徽回来了 7号玩家请发言 我是想站9的边 然后我自己听错了 我以为他要归票的是8 然后最后就点了8 我没有听清楚 因为我自己想了说 然后站边9的话 如果我听到他是龟八 我不可能去外置为分票 因为8号玩家 我自己觉得你 我听懂你说的了 你说要厌食 我都听懂了 但是我自己觉得你的视角 有一点小 因为你是在12号玩家 当时没有直接退税 他是在你发言 发到一半的时候退税 在你要进厌食的时候 他在后来才退的税 所以当时我自己觉得 你其实是可以聊得更多的 你做个后置为员家 因为很有可能 就是你盘了一种逻辑 你觉得12号玩家 要么是压跳 要么是狼枪 那也有可能12号玩家 就是小狼起跳 9号玩家在那个位置压跳 有没有可能 你如果真是张预言家 就是我觉得思考量有点少 好吧 在没有听到89更新发言的情况下 我没有站死边 但你直接把我打成一个狼 我肯定不可能跟着你走 好我直接拍身份了 我守卫 我不知道他在这个位置 会不会给我发茶叉吗 因为他女巫是站他的边的 给了他锦灰 他让我这个位置发言 我不知道他会不会给我发一张 一顿丝花笑了招 我操 一顿飙水 莫尾跳守卫收尾 可以可以 第二天我昨天守了招 11 因为我觉得11很暴饰 5号玩家请发言 请发言 那我替你七能拿起守卫牌吗 我的妈呀 女巫放在明面上的 这就铁手女巫啊 这个八倒牌就让他倒啊 九都死了 你看八死不死不就完了吗 九是你心目中预言家 你不可能说你守了吧 你连女巫都不守 你告诉我你守了11 我认不了一点 我真认不了一点 三号玩家请发言 11眼出来是个好 那五进坑 拿不起那个盾 这盾11说11爆神 拿不起就拿不起这个盾 盾就不能这么玩 其他就没了 你就8就多压当11吧 今天点7吧 二号玩家请发言 女巫倒牌了是因为守卫战鞭8嘛 你昨天肯定守了8号 所以五对七的那个反馈 我是也挺疑惑的 那七本来就是 大家小本本记下哈 女巫倒牌是因为守卫战鞭8 守了8 一般人可能想不出来这一点 所以二号玩家这一点 聊得非常漂亮 一号玩家请发言 嗯 事情是这样子的 我原本昨天想以死明智的 我原本已经想以死明智 不是告诉你我是那张守卫牌 我昨天守了这张8 我原本想再依靠一眼来告诉你们 我只能是一张女巫或者一张守卫 或者一张枪 因为我自己也点了 我说我这个身份不能交上 我一定不能交 也不知道从谁开始 从3还是从6开始 还是从谁开始 说我 我说我自己是张平民 我怎么能是张平民呢 这么做做 二号说的没错呀 我是守着这张8呀 好吧 今天就把这张7下去 12号玩家请发言 这一是个啥玩意呢 我怎么就不明白了 他挂自己昨天 你是个真盾 你挂自己 你比别的神牌都有用 虽说是个弱神呗 总得搞到最后啊 然后呢 今天给我跳个盾 给我整不会了 跳盾这是个啥东西 你让我今天有点想给你投一票 别没了 我在琢磨琢磨 一号玩家肯定不是首位啦 我昨天投一是因为两个原因啊 三号玩家把我打成一张狼人牌 八号玩家把我打成一张狼人牌 八号玩家把我打成一张狼人牌 八号玩家打的狼是六七八十一 容错都没有 那没办法 站错边就是站错边了 然后那个二号玩家说 八号玩家你把我验穿 你验出我是个平民 你还会盘我是个机械平民 索性就不要来验我了 好吧 找不到狼明天的controller 我一定是优先的 所以八号玩家你就去奔着你心目中的好人去验 明好人去验好吗 因为对吧 大哥可能还在场 大哥可能学了平民之类的一些身份 如果你分着你认为的狼人去验 验出来是个好人牌 他们还会去扛推他 比如说我 因为我是个平民派 当然八号玩家你可以来验我 你验我也可以不用把警惠飞给我 因为你验我是个平民之后呢 他们还会盘我是个机械平民 所以我的建议是不要去浪费你这一验 我唯一对好人的贡献就是 你八号玩家去验验别人 然后呢 我可以明天对吧 上上轮次 不要把这一验浪费我这个没用的人身上 因为我是站错边的 就是我不配得到你这一验好吗八号玩家 初七 十二号玩家 我是觉得你这个轮次打一是没有必要的 因为一号玩家井上就跳了那个平民 井下跳了平民 包括自投一票 他的底牌已经拿不成首位 他在那里乱跳乱嗨 你管他呢对不对 他毕竟是个反向金嘛 就是没有狼了 就去看一是不是个大哥嘛 是不是个道理 好吧初七啊 十号玩家请发言 我的天感我是给三标了 我觉得三玩家好像那个电飞啊 好像是三玩家 我是分享视角啊 三玩家可能是好人 我得给你三标了个狼 我说三玩家还这样 发言是不是电飞吧呀 就站一站边吧 突然就打了很多人 他去还保了我 其实我的发言是比较像狼的 那三玩家还保我 是不是故意想保我去电飞吧呀 我就给三标了个狼 今天三玩家报一是那个银水 我就想这个游戏简单一点了 那一是银水 那个结果好像刚刚给你扣叉叉 我觉得这不太可能 再结合九号玩家 请上去开三文净会的 我就把就点出局了 8号玩家请发言 验我肯定验十一啊 我不可能说去莫名其妙的思考太多 那个十一什么不吃验了 就留着扛推 然后外之位去验 万一十一是个小狼 引导我去验大狼呢 对吧 那要验十一 七叉叉哈 把七号玩家下掉就可以了 七号玩家一套丝花小脸招 最后还跳了个什么守卫什么的 打的还可以 没想到峰回路转 警卫又回到我脑袋上了 第一天没拿到警卫 警卫现在又回到我脑袋上了 剩下发言都是站队边的 这轮踢下十二吧 逻辑上讲我是得打十二 你是压到了一个和酒见面的小狼 或者说十二好人你是狼 我就是逻辑上得这么盘下的 上轮发言我还刻意强调了一下 十二真的都不太像狼 这轮一的发言呢 只能说是纯纯的瞎玩 知道吧 十二都能听明白下玩的 十二反而说下一是什么 但是你要是说你就是好人 你对这个游戏的态度是 你凭什么跳守卫 你先派平民 又说猜身份 又说跳守卫什么的 也倒是可以理解 知道吧 我只能说也倒是可以理解 而且你票也是上队的 我还是随便挑一张吧 已知又知未 九亿匹狼 七亿个狼 那我再咽一下十一 我就不太想十杀再挑一个了 我随便留个五 留十一也都是留站队边上队票 但总的就有守卫再有警卫 我就打了两天警卫留 把七下了 我去验十一 随便留个五 下七啊 开始放逐投票 请发表遗言 那最后一个猎人藏好吧 你不用发言 你是守卫狼已经赢了 你过班就可以了 明天他们再去刀一张 起身的话 他们是4.5票 还有五个好人 也不是说赢不了 那最后一张猎人就藏好吧 很多人可能觉得 谁是民哈 拍民就是民哈 拍民就是民吧 我就说十一 我赌一手 十一是狼哈 有没有跟我反着赌的 主播反买 什么靠海 嘿嘿 我发现直播老安莎 跟弹幕老师互动真有意思 每次互动 都能至少打一半弹幕老师的脸 哈哈 来 十一是民还是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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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四三二一 启动 向我提问 我会告诉你答案 天亮了 双刀狼 等待玩家 双刀狼被我抓住了呀 不好意思呀 这十一啊 等待玩家 发动技能 我擦 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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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降压绝 蠢蠢 抢压绝 你不给简徽猎人带最后一个双刀狼 牛逼 你们发现我点队四郎了吗 这个十是个守卫呀 我的天哪 我就说这个一不是守卫 反而这个一号就是不想要头出来了 全场最佳 我给二发平民 结果二号玩家过卖 引来了一波小高血压 可能是系统bug了 他离线了一下 系统默然他第一个发言 最后就不给他时间了 把九放猪了 警惠移交给四 四把六毒了 狼把四刀死了 十号守的十一 七号玩家说守卫守的十一 十号守卫确实守的十一 我擦了 咱不知道守卫咋守的 降压局 降压局 降压局